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我和灵异是隐婚 目的很简单 让我们两家的利益彻底融合 不需要互相忌惮 可以放心合作 我们这个圈子经常这样 为了利益 把儿女用婚姻绑定 绑到生了孩子后 小两口个玩个的 到孩子长大 再回归家庭 为了下一代的联姻 努力相看 我嫁给灵异的时候 刚刚失恋一个月 自由恋爱让我痛得撕心裂肺 麻木地接受家里建议联姻 结婚当晚 灵异和我过完夫妻生活 起身离去 我以为她要分房而居 如同我的父母一样 但过了一会儿 灵异拿了一条热毛巾回来 细细擦我额头的汗 刚才累了吧 我给你热杯牛奶 我诧异地抬眉 看见她英俊的眉眼 耐心细致地看着我 不知是不是错觉 眼中还有几分温柔浅犬 仿佛平常人家夫妻一般 把我看愣了 我一愣神 嘴就不由自主张开 正正地摇头 把灵异逗笑了 摸摸我的头 不早了 睡吧 说着 她就躺在我身边 侧身搂着我睡了 这一下可把我吓够呛 我不断地想 是不是灵家要吞并我家 还是看上我家其他业务了 不然 她为什么要对一个联姻对象 做出这副样子 早上起来 我忍无可忍 去问灵异 换来灵异一记眼刀 我们是夫妻 丈夫照顾妻子 哪里不对吗 我一时难以反驳 是啊 灵异也是阴啊 我善善地朝她笑笑 现在是要去上班 她扣好最好一粒扣子 又拍拍我的头 晚上有应酬 你准备一下 我呕了一声 在灵异上班后 自己一个人 坐在空旷的别墅发呆 我本来在画廊工作 做我男朋友的经纪人 我男朋友是 展露头角的画家 搞艺术的 搞完艺术 还顺便搞搞女人 还搞到我同事身上了 让我戴了绿帽又丢脸 我一生气就辞职回家联姻 成了全职太太 无所事事 空虚得很 还不如上班时候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 我化妆打扮 跟灵异一起出席 城中艺术家举办的画展 并给当地的艺术基金捐款 我挽着灵异的胳膊 在人群中交际 走了几步 突然感觉有人在看我 我顺着视线转过头 就看见我的前任尸臣 站在不远处端着酒杯 朝我笑 身边还站着 跟她搞在一起的同事 我面无表情扭过头 去看墙上的画 这才发现 这画展是尸臣的 灵异察觉到了什么 俯身在我耳边问 怎么了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我不想在新婚燕尔的时候 提起我那丧气的前任 可我不提 我那丧气前任 自己迈着长腿挪过来了 她朝我们举了举杯 小枫 找了新男友 眼光不错 我话都不想跟她说 冷哼了一声 拽着灵异就准备走 可灵异非但没走 反而跟我那丧气前任握手 您是 她就爱 诗臣大大咧咧 带着些艺术家 对男女关系的洒脱与不羁 丝毫不在意灵异的感受 什么责任操守 男女边界 面子尊重 在诗臣艺术家的不羁心灵里 都是狗屁 只有自由大谷天 灵异点头笑了笑 天真烂漫 不错 说着 她拉着我的手 慢悠悠地边欣赏画作 边走远了 关于诗臣 她一个字都没问我 我想跟她解释两句 她却笑了笑 找了个缺心眼 不是你的错 不用解释 虽然这个反应我没料到 但我心里倒是预贴了几分 第二天 听说诗臣的画展被紧急叫停 找什么关系都没用 诗臣气得给我打电话 你男朋友很有权势 你也开始拜金了吗 我记得你以前是个很艺术的女人 我扑一声笑了 这不是拜你所赐吗 你要不劈腿 我哪有拜金的机会啊 挂了电话 我亲自下厨 给灵异做了一桌饭菜 感谢她给诗臣添堵 帮我报仇 灵异晚上回家 看到我真思居家福 坐在昏黄灯下 一桌热菜热饭等着她 脚步顿了一下 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深意 尝尝饭菜可口吗 我笑嘻嘻问 她拿筷子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 边嚼边淡淡问我 晚上可以吗 我 虽说饱暖似淫欲 但这不是才刚开始吃吗 这位爷 看我不说话 灵异一锤定音 晚上 我推掉视频会议 我们早点睡 事业 我并没有早点睡 折腾到了十一点 我筋疲力尽 被灵异抱着去洗澡 我无力又困倦 脸皱成一团 这样很快就会有孩子 你想过没有 灵异顿了顿 想过 但你要不想生 我可以采取措施 我惊了一下 毕竟刚才我只是脱口而出 我们心里都很清楚 稳固的联姻是需要一个孩子来成就的 你开玩笑呢 我压根不信 灵异在我耳边低语 我说真的呢 只要你能像以前一样张扬名艳 别苦着个脸就行 我在困倦中闭着眼 不怎么清醒的大脑 凝凝呼呼想着 我以前和灵异只是点头之交 他怎么知道我是什么样子 我和灵异从来没有什么交集 他在圈里众星捧月 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我是圈内透明边缘人 边缘到快查无此人 天知道 我只是心灰意冷连个阴 却搞到了灵异这种天才 气坏了 圈里比我家境好 还比我好看的小公主们 要是让他们知道 灵异事后还这么温柔 大概率会找机会掐死我 我迷迷糊糊间 往灵异怀里蹭了蹭 嘴角一勾 没把她的温柔当真 都是这个圈子里长大的小孩 谁还没见过父母家外有家 私生子突然在某个时刻 冒出来认亲的感人场面 这是连姻的宿命 无可更改 真为了她几句话就沦陷 那不是我将至 就是她下骨 我闭上眼 进入梦乡 这么好的身材 蹭到就是赚到 这是这桩婚姻唯一的优点 我在灵异怀里 一觉睡到大天亮 早上起来 发现自己不知梦到什么 竟然流口水 关键是流到了灵异胳膊上 我在灵异的笑意中 不好意思地爬起来洗漱 打扮端庄去灵家吃饭 正是以儿媳妇的身份加入灵家 灵家人都相貌出众 文质彬彬 一顿饭吃的倒是心情愉悦 吃完饭 灵异和灵家大哥去书房谈试 我和其他人坐在客厅说话 电视上放着电视剧 除了灵异的小侄女 欣欣没人看 大家都在聊天 可几分钟后 欣欣一声大叫 指着电视屏幕 小婶婶 是小婶婶 我们所有人闭上了嘴 整齐滑衣地扭头看电视 一起盯着屏幕发呆 欣欣兴奋异常 还在指着女主大喊 小婶婶在电视上 我挑了挑眉 哦 呼 这电视看得可真是太巧了 灵异大嫂眼中闪过一丝惊恐 一把将欣欣揽在怀里 拿块点心堵住嘴 快吃 你饿了 欣欣被迫搅点心 还试图指向电视 结果手里也被塞了块点心 其他人都在沉默 沉默是今夜的康乔 连帮拥都面色尴尬 放轻了脚步 只有我饶有欣慰地脱腮看电视 边看边吐槽剧情狗血 浮化到业余 然后淡淡地说了句 这个女演员能扛住死亡八笔粉 颜值不是一般的高 欣欣咽下嘴里的点心 拍着手 她是小婶婶 大嫂绝望地往她嘴里 又塞了块巧克力 看着我欲哭无泪 你也知道小孩子都有点蠢 我被逗笑了 正好电视演完 我看了看演员表 女主 墨连 墨连我知道 资源很好 出道就是女主 从没演过女配 广告代言一大把 要不是演技不行 现在估计娱乐圈一姐都做的 坊间传说她有个大金主 现在我知道这是真的了 我还知道金主是谁了 暗自庆幸 我没把昨晚的温存当真 不然蠢到家 人不能在一个坑里跌倒两次 过了片刻 林毅从书房出来 看到客厅诡异的一幕 所有人都在战战兢兢看着我 而我脱腮饶有兴慰看着电视 林毅上不知发生了什么 摸摸我头顶 好看吗 我点头 好看 非常好看 欣欣想要发表意见 被大嫂捂着嘴爆开 我眯眼看着林毅英俊的脸 朝她笑 不是晚上还有局 林毅点头 带我离开林家 放林家人一马 省得他们因为我坐立不安 晚上这个局 是林毅的好朋友要见见我 我们进了包厢时 俊男靓女热热闹闹 看见我和林毅进来 纷纷起来叫着嫂子 也有窃窃私语传到我耳朵里 长得不如墨连吧 我知道我清秀有余 不够惊艳 但谁在乎呢 我笑了笑 找了个角落坐下 打算苟到散场 林毅大步走过来 挨着我一起坐下 她坐在这儿 角落便不再称之为角落 而成为C位 大家一看林毅的动作 窃窃私语便立马停止了 转而热情地来给我敬酒 但林毅一滴都没让我喝 全替我挡了 她在我耳边滴雨 带着威士忌淡淡的酒香 这酒裂 你喝了对味不好 下次喝红酒 让你喝一点 我点了点头 看到不少人惊掉了下巴 有人在起哄 林哥可从没对人 这么温柔过呀 对墨连那种大美女 都那么淡 谁能想到 有一天会替女孩挡酒 她像是被人掐了一把 突然开始互通 林毅聊起眼皮看了她一眼 出去醒醒酒 别回来了 那人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答应着往外小跑 包厢里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看我 和林毅大嫂同款眼神 我替人尴尬的毛病犯了 我笑嘻嘻打圆场 说起墨连 你们谁认识她呀 给我介绍一下呀 好想跟美女认识啊 这句话效果不太好 大家更不说话了 看我的眼神 仿佛我是个要去找 小三麻烦的正事 林毅拍拍我的手背 别在意 捕风捉影的事而已 我点点头 当然不在意 只要我家和林家合作到位 我将来可继承的财富增长 我乐得万事不管 但我很佩服林毅这种 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连我爸都做不到 我爸只会说他是逢场作戏 上没有脸皮说捕风捉影 我看着林毅 歪头笑了笑 我相信你 满眼真诚 把深情和信任演得十分到位 看呆了众人 连多嘴惹事 被林毅打发出去行酒那位 小跑到门口都愣住了 用佩服的眼神 边看我边开门 然后一转头 就被门口站着的人给撞倒了 这哥们儿实惨 被撞得四仰八叉的 门口那人笑眯了桃花眼 伸手扶他 小子 几年不见 怎么行动不变了 声音好听而凉薄 一如他的笑容 好看 脾帅 却凉到骨子里 宛若高配板湿沉 我看着那张脸 大脑一片空白 说不出话来 甚至有些窒息 眼睁睁看他走到我面前 朝我伸出手 小疯子 新婚快乐 小疯子 是他给我的专属称呼 我正正地看着他 我的初恋 下意识地伸出手 却不知道说什么 林毅动作比我快 握住了他的手 王毅 这次回来还走吗 王毅看着我笑 说不定呢 我偏过头 急急给自己倒了杯酒 喝了一口 在林毅的注视中 又放下了酒杯 让自己用三秒钟 调整好心态 朝王毅微笑着说出一句 好久不见 我终究还是心态不够好 王毅进来三分钟 我就找借口出了包厢 站在走廊的窗户前吹风 缓和着情绪 这个男人 当初我爱他置身 他回报给我的 是无情至极 他在我最痴恋的时候 说他不想被一段关系束缚 说我太爱他 让他窒息 说完便出了国 我缓了几年才缓过来 顺手找了个跟他长得很像的尸臣 尸臣劈腿的时候 我仿佛看见王毅当初走得坚定的身影 所以我才心灰意冷去联姻 此刻 我感觉我需要一支烟 我在兜里翻掌 浑然忘了 我早已戒烟 身旁突然传来打火机的咔哒声 还有一阵淡淡的薄荷香烟的味道 那味道我已经几年没有闻过了 那是王毅最爱的牌子 我抬头一看 王毅吊锒铛地靠在墙上 笑得意味不明 不声不响结婚了哈 我点点头 不然呢 一直等你 王毅低笑 嫁得还是林毅这种天菜 开心吧 我耸耸肩 是挺开心 我看着他熟悉的眉眼 想来想去 没忍住问他 怎么突然回来了 王毅看着窗外 深深吸了口烟 笑得没个正经 听说你结婚了 突然觉得坏了 我这是彻底把你丢了 我就跑回来了 我垂了垂眼 先不说真假 你跑回来也没用了 我结婚了 王毅扑哧一声 仿佛我在说什么笑话 你们是联姻啊 这个圈子 哪有把联姻当真的 我也痴笑 所以你跋山涉水回来 是要做小三 几年后 我还是想把他的话当真 王毅又吸了口烟 我还没想到 我就是不想失去你 以后的事再说 我摇了摇头 别再说了 我的联姻和别人不一样 最起码 只要没让我发现你一出轨 我就不会做出格的事 我要坚守底线 到最后一刻 我留王毅自己在窗边吹风 转身回包厢 王毅在我身后笑着愧叹 你从前是不会把我一个人丢下的 我回头看他 可我现在结婚了 我的丈夫叫林毅 回了包厢 一进门 我就不自觉抱住了胳膊 包厢里一股低气压 而气压的中心 来自于林毅 我坐在他身边打量着他 他酒喝得又猛又快 眼睛喝红了 金边眼睛后的凤眼 不再温文尔雅 反而有股狠劲 看我观察他 他亲握我的手 外面冷巴 手都吹凉了 我点点头 因为进他怀里 是冷 恰好王毅推门进来 林毅的胳膊使劲 抱紧了我 朝王毅招手 过来喝点 王毅吊锒铛 求之不得 他看了一眼我 你先把小枫放开 你们秀恩爱 我一个单身狗爱眼 林毅搂得更紧 我们一天是夫妻 一天就得爱你的眼 你只要在国内 就得受着 他笑得温和 我却又感觉到了 那股低气压 我处在气压中心 坚强地在这股低气压中 努力挺到几个小时后 时间已是深夜 林毅和王毅 喝光了包厢里的酒 喝得其他人目瞪口呆 直呼不至于 拼个酒而已 何必拿出拼命的架势 最终两败俱伤 二人踉跄地走出包厢 王毅还挂着魂不吝的笑容 我打小眼光就好 看上的都是宝贝 他边说边看我 而我在专心 给林毅扣外套的扣子 防止他出去吹风被冻着 王毅突然就叹了口气 就有一次走了眼 把无价的宝贝给丢了 林毅揽着我 用身体给我挡着风 淡淡笑了 所以呀 好宝贝不能给你 给你是浪费 外面的夜风很冷 我不自觉往林毅怀里 色缩了下 林毅喜欢抱我 所以我这段时间 已经很熟悉他的怀抱 缩紧他怀里的动作 十分自然 王毅挚了挚 突然收起了笑容 慢条思理问 林毅 你突然联姻 墨连那边交代好了吗 人家可是奔着 跟你结婚来的 又是墨连 我有点烦了 即便我知道 联姻是怎样的 但也不至于是个人 都要跟我提嘴他吧 我从林毅怀里钻了出来 刚站直身子 又被林毅揽回去 一字一句 我只有一个小缝 她有一下眉下地 摸着我的头发 一直都是 我勉强笑了笑 有点冷 老公回家吧 林毅点点头 揽着我上车 转身的那一刹那 我突然发现 王毅一向亮晶晶的 桃花眼 在那个片刻不亮了 很暗淡 像当初她离开时 我的眼睛一样 回家的路上 林毅闭上眼醒酒 我也不想说话 一路安静 到家后 洗漱完 我躺在床上 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 有些话要说清楚 我拍拍林毅 咱们是联姻 对吧 林毅顿了顿 嗯 我又说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想个玩个的 我不是不同意 但是我有要求 林毅眼都不争 嗯 第一 不能搞出私生子 第二 不能登堂入室 第三 不能与我吵闹 这三点都会影响 两家合作 我总结了 圈子里失败的联姻 郑重提出三点 林毅缓睁开眼睛 开始凝视我 过了一会儿 她哑着嗓子问我 这是你对婚姻的认识 我垂了眼 不是 我认识里的婚姻 是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是一生一世一双人 可那是别人的婚姻 不是我的 我微不可查地叹了口气 对上林毅的眼 是对我们联姻的认识 林毅没说话 只是静静看着我 我想了想 反正已经说到这步了 索性什么都说明白 当然 万一你要出去玩 那我也有追逐快乐的权利 但我会保证 我的子嗣全都出自你 规矩我懂 林毅面无表情 一点点靠近我 直到与我呼吸相闻 在我耳边 一字一句 你今天说的话 我就当放屁 我皱起眉 我这么真诚 她怎么能骂人呢 不等我回应 她一翻身 压迫地看着我 大晚上惹我生气 我看你需要一点教训 猝不及防地 我就陷入了一场教训中 惊涛骇浪 波澜壮阔 在最巅峰 我隐约听见她说 以后离王毅远一点 我迷离着点头 又迷离着平静下来 昏昏睡去 浑然忘却 不得不说 林毅是个一百分的丈夫 我有时候甚至会想 如果我们不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圈子 而是两个平常人家的孩子 相识相恋 顺理成章结婚 应该会很幸福 我这么想的时候 林毅正拿着一叠文件给我 我不喜欢把妻子关在家里 你可以出去工作 那叠文件是一家画廊的转让文件 林毅给我买了一间画廊 在我目瞪口呆的时候 摸摸我的头 这家画廊经营不善 但我相信你能扭亏为盈 我正正地看她 好家伙 我都没这么相信 我自己 你对我的自信 从何而来 林毅很认真 你很爱艺术 我点头 这跟我的经营能力 有什么关系 林毅慢条思理 你对所爱 一向义无反顾 飞蛾扑火 就凭这份吃与直 什么做不成 我张了张嘴 她这是从何说起 我义无反顾的人与世 到现在 也只有过一个王毅而已 但林毅已经穿好衬衫 轻捏我的脸 再说 不还有我教你 她心情似乎很好 哼着哥出门 给你找点事干 好过老实回想从前 我眨了眨眼 我什么时候回想从前了 就前几天 王毅要加我微信 我犹豫了下没家 愣了下神 其他时候 我哪里回想过从前 就愣得下神 都不知为何惹毛了林毅 把我拉到卧室 狠狠上了一课 教我如何集中精神 我一度觉得她在抽风 可扶着发酸的腰不敢说 现在 看着这间经营不善 被林毅送给我的画廊 我欲哭无泪 她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 行为怎么越来越失常 但不管怎么说 画廊都给我了 我不能眼看着她砸在我手里 毕竟还有员工等着吃饭 我开始苦着脸 学着经营画廊 与各路人马打交道 林毅帮我量多 甚至每晚都要抽空 给我开个小课堂 教我经营 教我投资 教我食人与管理 我的能力突飞猛进 不是我聪明 而是我每晚都上大师课 我突然感激我爸妈 这哪是给我找了个老公 这是把我送进商学院 明示一对一了呀 感觉没什么乐趣的生活 突然又阳光明媚起来 每晚等着林毅回家的时间 都那么充满期待 甚至觉得 联姻其实 也未必不能恩爱到老 可是我这么想了没几天 老天爷就给我上了一课 让我以后 没事别幻想 起因是这样的 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午后 我突然接到了 我妈慌张的电话 你爸有私生子 闹到公司去了 我证了一下 第一反应竟然是 终于轮到我家了 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终于落下了 第二反应是 他来抢家产吗 抢我将来要继承的财产 第三反应是 我爸要是不受益 他怎么敢闹到公司 圈子里凡是闹大的私生子女 全是亲爹受益的 不然爹一翻脸 闹了有什么用 照样一分钱都拿不到 我顿了顿 问我妈 你不知道 我爸还有儿子 我妈恨恨的 她说她结扎了 我抿住了嘴 欲哭无泪 还有点想笑 从小看到别人家抢家产 我都会害怕 什么时候这种事 会落在我身上 这也是 我打心里不相信 联姻会幸福的原因 我怕了二十来年 真遇上的时候 反而就不怕了 只是有点糟心 再优雅的人 抢起家产来 都会狼狈不堪 现在轮到 我要被人看热闹了 感谢我亲爱的爸爸 赐我这份操旦的体验 这个私生儿子来势汹汹 又会卖惨 又会要挟 把我妈弄得焦头烂额 我打电话 跟我爸谈判 我爸霸到了一辈子的人 这次却突然柔弱了 小枫 错呢 男人都会犯 爸爸犯了爸爸认 你这个弟弟闹这么大 爸爸管不了啊 我冷笑 那怎么才能管了 把家产分一半给他 我爸沉默了 我挂了电话 心口堵得慌 我可以不要这个钱 但我接受不了我爸的沉默 我以为我爸完归完 但还是爱我的 毕竟我是他唯一的孩子 现在看来 我自作多情了 这件事越闹越大 连王毅都知道了 王毅打电话问我 需要我帮忙吗 我自嘲地笑 我都没办法 你能怎么办 两天后 我就知道他能怎么办了 我爸打电话给我 暴跳如雷 你怎么能找人打我儿子 那是你弟弟呀 你是觉得 我不会送你坐牢吗 我莫名其妙 你说什么呢 我爸气喘吁吁 小瑞 你弟弟 被人暴打一顿 肋骨断了两根 现在医院呢 打他的人让他消失 不然每天打一顿 不是你干的 还能是谁 他发狠道 我给他请保镖了 我告诉你 财产有他一半 谁也改不了 不对 现在是有他多半 有本事你就找人继续打 你看我送不送你 近看守所 我在那一瞬间 感觉心都凉了 我一句话都没有解释 挂了电话 王毅喊给我打电话 他敢闹一天 我就让他住院一天 钱我有的是 我跟他耗着 我满心疲惫 又挂了电话 一腔委屈 无处诉说 我想来想去 想到了出差的灵异 我打电话给他 想愿他为什么不管我 却又想起来 他出差在外 什么都不知道 还在谈一个重要合作 哪有精力关心这种事 于是我吸了吸鼻子 在电话接通后 只是问了句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有点想你 我想念他的怀抱了 林一顿了顿 你怎么了 我笑了下 没事 就是想你了 我爸这通电话 让我懂了许多事 我有我尊严 他的钱 我特别一分不要了 人我也不认了 可我爸把继承权 给了私生子 我不再是 落加千金的时候 我和林一的联姻 还能持续吗 我不禁问道 有一天我没钱了 咱俩还会在一起吗 林一笑了 你现在也没我有钱啊 我也笑 笑着挂了电话 疲惫不堪 不接任何人的电话 当天晚上 我爸给我打了十几通电话 我直接把他拉黑了 我爸开车跑来找我 可别墅外不知为何 站着好几个灵异的保镖 拦着我爸不让他进门 我爸被拦着十分丢脸 红着脸扯着嗓子喊 小枫 爸爸的宝贝女儿 那个混蛋小子 爸爸让他滚回老家了 你才是落家唯一的继承人 爸爸鬼迷心窍了 我越听越不对劲 站在窗前望着他 看见他急得抓耳挠腮 你务必跟林一说一声 那小子滚回去了 然后灰头土脸地离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 感觉前所未有的陌生 我拿起手机 给我妈打个电话 我爸怎么改口了 我妈冷笑 还不是林一给我打电话 问你怎么了 又通知你爸 说他敢让私生子 伤到你一丝一毫 或者抢走你一毛一分 林家和洛家就不是伙伴 而是死敌 我妈声音里带着一丝羡慕 你爸可不是林家的对手 吓得屁滚尿流 小风 林一是个好孩子 嫁他你嫁对了 我愣住了 我属实是没想到 林一能为我做到这份 我无法不动容 于是在林一当晚出差回来的时候 我给他做了一桌子大餐 生蚝堆了满满一盘子 林一看见生蚝笑了 拉我进卧室 不用吃 我还年轻 两个小时后 我全身都酸疼 承认他真的不用吃生蚝 着急忙慌 把生蚝撤了 不吃都这样 吃了会怎样 我都不敢想 但我敢确认 我真的找到幸福了 我的画廊蒸蒸日上 我的丈夫宠我疼我 虽然我看清了我爸的真面目 虽然我妈伤心之下 带着小鲜肉去欧洲定居 贴下我一个人 孤零零在这里 可没有关系 我有灵异啊 我妈去欧洲那晚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觉得没有人爱我 我躺在床上 憋到关灯后 偷偷流眼泪 灵异从身后抱住我 像红小孩一样 有节奏地拍着我的背 平静的声音 带着坚定的力量 有我在 不哭 我顿时忍不住 转过身抱住了他 边哭边问他 你会对我一心一意吗 会陪我到老吗 我问得很急迫 因为我在感情上 一无所有了 现在唯一能抓住的 只有灵异 他把我搂住 贴在他胸旁 我听见他沉稳的心跳 和低沉的嗓音 我会 他说得虔诚而郑重 我信了 窗外月色很美 那一刻 我听见了自己的怦然心动 灵异很快 替我平息了家里的纷争 让我能继续去画廊忙碌 我陷入一种平静的幸福中 连走路都在笑 可我那丧气的前任师臣 他就看不得我好过 颠颠跑来 跟我谈合作 我恨不得关门放狗 可来着时刻 我只能微笑着告诉他 我不可能跟你合作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师臣笑得邪魅狂倦 还是忘不了我是吗 我被噎了一下 一时无语 幸亏这时有人进来 打破了沉默 可惜 进来的人是王毅 他站在我身后 上下打量着师臣 皱了皱眉 他是谁 他前任 师臣替我回答 然后困惑地看着与他相似 但比他好看得多的面孔 问我 他又是谁 王毅看看师臣 又看看窗户玻璃反射出的自己的面孔 突然就笑了 啼里啼气 却又自信满满 他初恋 还加了一句 在你之前 师臣呆了呆 看看王毅 又看看自己 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 不可置信地指着我 你拿我当 当替身 我秘密被戳穿 脸颊滚烫 默不作声 师臣看了我几眼 又看看高配版的王毅 最终无法接受 转头奔走 王毅冷笑了一声 他也佩挤我当替身 又居高临下腻我一眼 小疯子 你眼光不行啊 我很烦这个外号 皱了皱眉 有事说是 还有 不要叫我小疯子 小疯子这个名字的由来 是因为我爱王毅的时候 爱得如痴如狂 王毅笑着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当初我是个恋爱脑的傻子 不顾一切那种 甚至王毅要走那天 我清楚记得是7月2号 我还发了条朋友圈 说我的生命已经没有意义 我要去蓝青湖了结一切 现在想想 我躺平任潮 丢脸且没品 可当时 我为了王毅真的能做得出来 之所以没实现 是因为我去蓝青湖的时候 那里有人溺水被就上岸 围了好多人 挤都挤不进去 我挤了一会儿 突然就丧失了跳壶的兴趣 这么多人 我也不可能跳进去 然后我行尸走肉地活了下来 小疯子这个名字 记录了我当初的所有雇佣与疯狂 那是我不想回想的过去 王毅收起了笑容 那天你问我的话 我想了好久 现在有答案了 我恍惚了一下 我问他什么了 我怎么不记得 王毅自顾自说 我不想看你和林毅恩爱 即便是假恩爱 我也不甘心做第三者 他捉住我的手 小疯 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像你那样 不顾一切地爱过我 这样的爱我 再也没有感受过 你能再给我一次吗 我挣了挣 从他手里挣托出来 给他看我的婚戒 再一次重复 我结婚了 王毅毫不在意 民政局能结婚 也能离婚 他说 我以前是不婚族 但我可以为了你去领个证 如果你离婚的话 我垂谋 有点淡淡地讽刺 当初我拼命想和王毅长久 他跑得比谁都快 现在我结婚了 他跑回来 说想和我长久 我摇了摇头 再度直指我的婚戒 林毅给我戴上的 除了他 其他人我不接受 王毅愣了下 我和你当初是相爱 比不过他一个联姻 你也知道是当初 我打开画廊的门 过去是过去 现在是现在 王毅静了静 突然弯下身子 皮笑着看着我 小疯子 我打小想要的 就没有得不到的 哦 我平静地说 心里想着一会儿下班 和林毅去吃牛排 他拍了拍我的脑袋 等着吧 我看着他不羁的脚步 一时没有多想 觉得这只是 岁月静好中的一个插曲 但是当晚 我和林毅刚睡 一阵刺耳的铃声 就将我们叫醒 林毅接了个电话 脸色变了 匆匆起身穿衣 丢给我一句 我出去一趟 就出了家门 我以为是林毅 有什么变动 因为最近林毅 一直在谈重要合作 可我万万没想到 几个小时后 我在狗仔的视频里 看到了他 当红女性墨连自杀 林毅公子护送入院 他很着急 从来扣得一丝不苟的衬衫 这回扣子都扣错了 他也顾不上打理 下了救护车 跟着单架车 跑进了医院 我呆呆看着手机 感觉身上发冷 我爸有儿子 我妈有小鲜肉 我只有林毅了 可林毅不止有我 哦 对 还有王毅 他给我打来电话 小疯子 出来喝酒 我看着视频里的林毅 追星的痛 犹豫了几秒 点了点头 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 爬起来洗澡化妆 穿着短裙 坐上王毅的车 去酒吧喝了个一塌糊涂 王毅在嘈杂的音乐声中靠近我 你看 林毅也没那么爱你 跟我和好吧 我没说话 王毅笑了笑也不再提 跟我一起喝得东倒西歪 我隐约记得 他还说墨连真好煽动 几句话就上钩 可惜我头晕得太厉害 没想明白他在说什么 我只顾着喝酒 酒精滚落下巴 眼泪滚落脸颊 滴滴答答 从今晚起 我谁都没有了 酒吧出来 王毅帮我整理散乱的发 问我 跟我走吗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我看着他 吸了口气 最终 用上存的理智摇了摇头 我本能地觉得 我有丈夫 我不能跟别人走 王毅似乎很低落 但很快他又笑起来 没关系 总有一天你会回来 他叫司机送我回家 在夜色中看着我上车 双手插兜 笑得志在必得 我晕晕呼呼回了家 都没有洗漱 也没有换衣服 就这么倒在床上睡了 朦胧中 好像是黎明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 有人带着一身寒气 坐在我身边 沉默半上 开始替我换衣服 用毛巾帮我擦脸 然后从我身后 拥着我入睡 我本能地转身 迷迷糊糊尖叫道 老公 他恩了一声 拍着我的背 哄我入睡 第二天酒醒 我发现我在灵异的怀里 他身上还有淡淡的鸢尾花的香气 那是墨连代言的牌子 我刚结婚的时候 是不在意墨连的存在的 但此一时比一时 现在的我 在意到心肝都痛 我迅速退后 一把推开它 起身去客房 林毅被我推行 双眼全是血丝 看着很是疲惫 沙哑着嗓子 你去哪里 我顿了顿 没说话 我们是连姻 按理说 他都没有被捉奸在床 我连质问的资格都没有 那张结婚证 在这个畸形的圈子里 什么都不算 可我就是受不了 我转过头 对他笑得灿烂客套 一如我还没心动的时候 我怕打扰你 救死扶伤 林毅想拉我 可我嫌弃地 往后退了一步 这是推墨连进医院的手 他可以救全世界任何人 可唯独墨连 我受不了 我就是这么自私 别碰我 我刚洗澡 我胡乱说着借口 浑然忘了 我身上的睡衣 都是林毅给我换的 我嫌弃的神情 和戒备的态度 不知是哪样刺痛了林毅 他真的默默收回了手 看着我走入客房 只是在我关门的时候 轻轻说了一句 我和他没有关系 我跟你说过 嗯 你是救苦救难男菩萨 大慈大悲 所以他自杀不给别人打 就给你打电话 我笑着硬喝 然后狠狠关上门 擦掉滚落的泪 我以为我没有谁都行 哪怕是我那对不靠谱的父母 只要我有灵异 我就有一个新的家庭 能遮风挡雨 缓缓前行的家庭 但现实狠狠抽了我一巴掌 最终 我还是孤零零睡在客房 林毅过了一会儿 跑来敲门 小风 开门 你说 我听着 我躺下不想起来 林毅默了默 说道 再给我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后 默连有什么事都不会找我了 怕我不信 他又加重语气 我跟你保证 拿我的一切保证 可我还是不信 虽说不信 但我却拿过手机看了看 一个礼拜后 是7月2号 巧了 7月2号这个日子 一定是跟我犯冲 五年前的7月2号 王毅离开我 我决定跳虎 五年后的7月2号 林毅保证和前女友斩断关系 我拿被子蒙住头 没有回答林毅 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的 我只知道那天开始 我和林毅冷战 墨连的是 传得我妈远在欧洲都听说了 打电话给我 你要快点生孩子 孩子是联姻的法宝 你看你爸这次的事 不就多亏你嫁给林毅 才有人来摆平 我叹了口气 发自内心的希望 我妈在欧洲过得愉快 少回来 可没几天 圈里又开始传我和王毅的事 从她是我初恋开始传 一直到前几天 我穿着短裙和她去酒吧 传得沸沸扬扬 还有狗仔拍到了照片 发到了网上 引起一片嘲笑 夫妻双双出轨 谁也不吃亏 传闻越演越烈 林家长辈也收到了消息 据说还叫林毅回家去问 甚至有点怀疑 我要是怀孕了 孩子是谁的 我听林毅大嫂 偷偷给我打电话说 林家长辈觉得我不本分 很是生气 要断掉和我家的合作 这是一个信号 下一步就是换儿媳妇 可林毅不同意 咬牙死扛着 非要把合作进行到底 气坏了林家长辈 大嫂感叹了一声 你信不信 如果这事是我出的 我老公会毫不犹豫扔掉我 伍逆长辈 很可能失去将来掌舵林氏的机会 她有点羡慕 所以呀 人要知足 她可能在墨连内犯了一个小错误 但大方向上 是一直向着你的 连长辈面前都敢拍桌子 力争保你 我没说话 我知道 但凡换一个男人 是做不到拿掌舵林氏的机会来赌 把我留在身边的 可我也知道 她越对我这样 我越绕不过墨连 她当初有一句话说对了 我爱上一个人 义无反顾 既吃且吃 我绝望地想 我能怎么办 从我爱上那一刻起 洁癖便产生了 她碰一下别的女人 我都不愿忍受 晚上林毅回家 满身疲惫 想必和长辈的争端 耗尽了她的精力 她换衣服时提醒我 王毅从小不择手段 为了得到一个人 不惜先毁掉她 她面无表情 小风 离她远点 她不会让你幸福的 我抿了抿嘴 那你会吗 林毅看着我 我会 我说过的 我像是听到什么笑话 夸张地大笑一声 你先去救死扶伤吧 有人比我需要你 林毅皱起了眉头 我说了 七二号 我会处理掉所有的事 我耸耸肩 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不会信的 我这一生 孤独终老便孤独终老 但我绝不会为了有个家 去做睁眼瞎 我想是时候 把离婚提上日程了 我不适合联姻 不是这块料 对不住我爹妈了 唯一可欣慰的是 我的画廊开得不错 你是城中之名 晚上一场艺术展 邀请我参加 我在艺术展 意外地看到了林毅 我来看邀请函 这才后知后觉 主办方就是林毅 一直资助的一家艺术机构 我假装没看见她 走到另一边 可却又意外看到了 我那丧气前任师辰 她竟然在这种场合喝多了 看见我 便冲上来要抓我的手 却被林毅赶过来 一把拍开 师臣不以为然 还抓着林毅诉苦 我师臣 从小到大都是个天才 女人哪个会不爱我 她指着我控诉 可这个女人 有眼无珠 她竟然敢拿我当提身 她指着自己的脸 对周遭为观的人说 她初恋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啊 她跟我恋爱一场 拿我当提身 有一点道德嘛 还 师臣发疯 我其实不在乎 她自己先劈腿的 但我还是忍不住看了看林毅的脸色 却发现她丝毫不吃惊 也不生气 我低下头失望地笑了 因为不在乎 所以才会无动于衷吧 我轻了轻嗓子 打断了尸臣 带着点故意 胡说 我初恋比你好看多了 你就是个低配版 哦 这个哦 不是我对恶心情绪的夸张表达 而是我确实恶心了 突然胃里翻江倒海 我差点吐出来 连忙捂着嘴往洗手间跑 高跟鞋不稳 我跑得摇摇晃晃 身旁有人扶住了我 让我得以站稳 我转头一看 林毅目着脸 俯着我去洗手间 边走边面无表情问 你初恋比她好看多了 我没开口 一开口 我就要吐出来了 去了洗手间 我哇的一声 快把胃酸都吐尽了 林毅在我身边给我拍背 拿水漱口 眉头越皱越紧 出去后 她收走了我的酒杯 一整晚都跟着我 替我隔开其他人 还不许我喝酒 别人都在赞叹 林先生对太太真好 只有我觉得恶心 生理上恶心 心里也恶心 那天 她送莫连去医院 不知是不是也这么体贴 时辰被林毅的保镖拖出去了 听不见她念叨 耳朵清静不少 可我的肠胃还是很不舒服 我几乎是强撑到艺术展结束 疲惫之下无法开车 最终被林毅扶着坐上了她的车 事实上我不上也没办法 林毅面色严肃 根本不容我拒绝 回家以后 我强撑着卸妆换衣服 林毅却出去了一趟 不一会儿回来 递给我一个纸盒 我低头一看 是个厌运棒 我莫名其妙地看她 干嘛 她依旧严肃 去测一下 我不想测 我只想睡觉 我已经吐到筋疲力尽 而且我还不由自主会想 她对这一套这么熟悉 是因为在墨连身上演习过吗 一股怒气 不受控制地涌上来 仿佛我的荷尔蒙 为什么操控了 心里的话一下子吐露出来 我都打算离婚了 你以后找别的女人测吧 林毅沉了脸 为什么 我今晚极度烦躁 情绪几乎不受控制 也不知是怎么了 拨开她的手 因为咱俩是联姻啊 我没出息 我跟没感情的男人睡不了 可以吗 林毅摘下眼镜 凤眼微眯 盯着我看 过了一会儿 才又戴上眼镜 直指卫生间 你是自己测 还是我帮你测 我都怀疑我听错了 帮我测如测 才能测的东西 她是染上什么 奇怪的癖好了吗 我张嘴就想讽刺两句 可我看她已经在往卫生间走 好像是在说真的 我果断闭上嘴 默默去卫生间测了 烟韵棒让冠洗台上一放 疲惫地爬去睡觉 一觉到天亮 我甚至没意识到 我睡在了之前的卧室 而不是我后来睡的客房 早起时 林毅已经醒了 边系衬衫扣子 边淡淡地说 你这个月没来时 验韵棒是两条杠 我还没反应过来 她又说 孩子不出意外是我的 我打算留在林家 你生完孩子 也就完成联姻任务了 可以选择离开 或者搁完搁的 她面无表情 仿佛毫不在意 我不会强留你 我挑了挑眉 噢呼 去母留子是不是 一怀孕 就要去母留子是不是 是要我把孩子和位置 都留给墨连 或者别的女人是不是 我从昨晚开始失控的荷尔蒙 再次激动起来 我冷笑着从床上坐起来 孩子我来养 我今天就可以离开 我顺便丢了一句话给她 我瞎了眼才会喜欢上一个人渣 林奕愣住了 她上前抓我胳膊 你刚说什么 我没听清 我一把甩开她 我说你是人渣 她又抓住我 上一句 我再次甩开她 我瞎了眼 我恶狠狠地回到客房 气得睡不着 可林奕却不知为何 开心了起来 还吹着口哨去公司 更把我气得心口疼 林奕上班没一会儿 林家老宅的管家 突然上门了 之前因为新婚 我们都请终点工 没有叫帮拥住家 可现在 管家带着两个人来 千叮咛万嘱咐 这是小林太 怀着小林总的孩子呢 可千万照顾好了 小林总很重视 我一头雾水 看着管家巴拉巴拉 等他唤气的空荡 抓紧时间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管家笑咪咪 这是小林总找来照顾您的 他身后还有司机 抱着一大堆购物袋 这是孕妇专用的护肤品 化妆品和衣服 都是小林总吩咐 我们采购的 小林太 您有福啊 小林总帮您想的周全 我一听林一的名字就生气 脸就沉了下来 但这是林家的房子 林一想 安排人是他的事 我转身回了房间 顺便接了个电话 电话是王毅打来的 透着一股压不住的烦躁 你怀孕了 我 你怎么知道 王毅似乎点燃了一支烟 重重抽了一口 林一打电话告诉我 说要请我吃饭庆祝 他妈的 我有点无语 八字没一批 林一广而告知了什么鬼 我还不知道 这孩子该怎么办呢 王毅问我 你这样怎么跟我走 我 我什么时候说要跟你走 王毅声音沉了沉 我回来是为什么 你不知道吗 你必须跟我走 王毅打小受宠 说一不二的大少爷 当初我吃他这一套 可现在 我谁的面子都不想给 直接挂了电话 王毅再打我也没接 他欺而不舍 加我微信我也不通过 过了一会儿 他竟然给我发了条短信 我让你看看 这孩子值不值得留 我没在意 我又不出门 他能让我怎么看呢 可两小时后 我推翻了我的想法 我不出门 王毅照样可以找人上门 莫连他胳膊上 缠着纱布 上门来了 我没让他进门 他在门外哭 如果你真的怀孕了 我就永远退出 再也不奢求林一了 我冷笑了一声 我和林一是夫妻 我怀孕不怀孕 你都不应该奢求 别人的丈夫 莫连呆了呆 又哭了 可我放不下 五年前他 为了我连命都不要 在我溺水的时候 跳下来救我 他自己都不会游泳啊 他为我舍过命啊 我怎么能放得下呢 我身子震了一下 莫连还掏出手机 给我看五年前的新闻 上面清清楚楚 是林一救了莫连 还拿了建议勇为奖 我觉得身子发冷 还有点可笑 能让林一舍命去救的女人 她怎么可能因为一个联姻放弃呢 那她又为什么要答应联姻呢 我甚至听林一大嫂说 跟我家联姻 是林一在几家人家里自己挑的 是她挑的我 不是我家上赶着找的她 她挑我来棒打鸳鸯 拆散她和挚爱的女人吗 莫连哭着又问我 林一为你舍过命吗 我摇了摇头 没有 哦 我说你不理解呢 莫连道 一个男人为你舍命的时候 你是很难放得下的 如果有一天 林一为你这样做 你就知道我的心情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 咬牙道 我不需要 请你离开 莫连不走 还在门口纠缠 逼得我给林一打电话 莫连在门口 快来救她 不过半小时 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 林一飞快地开车回来了 我自嘲地笑 事关莫连 她能飞车回来 林一走上台阶 面沉如水 莫连扑上去 想拉她的衣袖 却被她扯到车旁 不知在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 莫连停住了眼泪 乖乖坐进了车里 林一转头看着门口的我 我去送她回家 你等我 然后开车走了 我望着车尾灯 愣了半嗓 才低头笑了 我究竟在期待什么 期待她的真爱是我 我回头 走到卧室 开始收拾衣服 不过一会儿 拉着行李箱 出了家门 这个家 我住不下去了 等林一发现我出走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已经去了 山里的一处景区 青山绿水 红砖民宿 适合让我散散心 她在电话里 说着什么 好像是什么 7月2号 什么五年 可山里信号不好 我断断续续听不清 索性挂了电话 林一的事 从此与我无关 等我散心完 回去就处理孩子与婚姻 联姻这件事 我真的没有本事做不好 我在山里漫步摘果子 听得匆匆流水 两天后 心情渐渐平静 这才拿起手机 想看看这两天 有没有人找我 山里的信号 真的很差 我转换了不少地方 才把APP打开 可一打开 我就后悔了 铺天盖地的 又是林一和墨连的新闻 我想要关上页面 可没有信号的时候 连关掉页面都会延迟 让我硬生生看完了标题内容和日期 林绍否认与墨连的关系 自称只是受有人之托语照顾 日期 7月2号 我想打开新闻具体看看 可是稀稀利利下起了雨 我无奈地站起身 往民宿走 可走了不到十分钟 我发现不对 雨越下越大 从稀稀利利 到倾盆大雨 把我浇得浑身湿透 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 我看看地形 心里突然升起一股不安 我所在的地方 四面环山 是个凹地 我加快了脚步 冒着雨冲回民宿 等我冲回去的时候 雨水已经淹到了小腿 院子里的木头凳子 已经漂浮起来 我站在院子里的石桌上 试图打电话求助 可没有一点信号 我心都凉了 雨水转眼就淹到了桌面 还在不停地咆哮 我俯着肚子 恐惧到大脑一片空白 虽说已经打算处理掉孩子 可在这个生死边缘 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 这个孩子还没有出事呢 还没见过爸爸妈妈 想到这儿 我突然想给林一打个电话 可这该死的手机 好不容易冒出一点信号 刚一拨通 又断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看了看脚底 现在要想往山上跑 已经不可能了 万万没想到 我这种爹不疼妈也不咋爱 就爱折腾我 心欢还劈腿的人 连个善终都求不得 这是什么糟心的命运 我越想越生气 索性跳下去 开始在水里艰难跋涉 想着能不能找个木板什么的 好歹飘一飘 可我跋涉到水都 慢到我腰了 我也只找到一个盆 还是豁口的 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我人都妈了 又冷又气 也怕得很 手机也进了水 没法用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 我又爬回了桌上 水慢到我胸口 已经快淹没我了 我绝望地知道我完了 我开始想 怎么能保持最后的尊严 不要被泡浮肿 想来想去 我嚎啕大哭 我他妈做错了什么 老天爷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也许是我哭的声音太大 也许是我吓得换了听 我竟然听到老天爷给了我回应 虽说沙哑了些 但还算好听 小枫 别怕 没事的 我更怕了 这他妈是要带我走的节奏啊 我在大雨里揉着眼睛 找着声音的出处 却惊呆地发现 林毅他正在朝我游过来 我都怀疑我看错了 可是十分钟后 他艰难地游到我跟前 爬上桌子 把我夹在夜下 又一次朝房顶游去 我狠狠咬了下唇 疼得撕了一声 这才确认 我没有看错 林毅他竟然来了 他把我拖上房顶 自己也跟着爬上来 看着底下不断上涨的雨水 救援马上就来了 别怕 我还处在惊呆中 愣愣地问他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林毅擦了把雨水 劫后余生般 将我紧紧搂在怀里 过了片刻 声音都发抖 我查了你iPad里的浏览记录 有这个民宿 你给我打过电话 我找人定位 确认你在这里 他全身都在抖 抖得我怀疑他在害怕 不管你想离婚 还是想跟王毅走 我都让你走 但你答应我 不要乱跑了 我冷得直发抖 但还是忍不住反驳 我什么时候要跟王毅走 林毅正了一下 可你要离婚 那是因为你和墨连不正当关系好吗 我喊了起来 灌了一嘴的雨水 林毅边皱眉边伸手给我挡雨水 我跟你说了几遍 我们没有关系 我发的声明你看见了吧 我缩在她怀里 现在坐在屋顶淋着雨 也挡不住我好奇 可你为什么非要在7月2号才承认 林毅沉默了 她很不自在地看了我一眼 过了一会儿 才在哗啦啦的雨声中 小声说了句什么 可我没听清 我还想再问 可救援队来了 将我和林毅拯救于危难之中 我们被救出去的时候 林毅的司机就在山下守着 看见我们激动坏了 小林看你没事就好 你都不知道小林总有多怕水 既然就那么冲进去了 拦都拦不住 我征重地看着林毅 回忆着刚才 我好像没记得 林毅有什么害怕的表现啊 顶多就是动得发抖 从山里出来 我和林毅似乎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再怎么样他也救了我 我也不好意思再冷着脸 更何况 我还在好奇 在山里时 他到底回答了什么 我身体没有林毅那么好 出来后就发起了高烧 好在孩子没事 林毅守在我身边 片刻不离 我发着烧迷迷糊糊 却还是没忘了追问林毅 你在山里到底说了什么 你不说我都不能安心睡觉 林毅看我烧得脸通红 还硬挺着不睡 叹了口气 我说我答应过墨连的哥哥 给他当五年男朋友 七月二号刚好到期 你要不相信 我带你去找他哥 这句话成功让我做起来了 你跟墨连谈恋爱 是为了他哥哥 这关系太混乱了 林毅给我喂了口水 让我躺下 当初我溺水 他哥救过我 知道我身份后 让我答应他 以男朋友的名义 在娱乐圈保护墨连五年 让他远离前规则 五年后他哥哥留学回来 我就可以离开 我越发摸不着头脑 甚至感觉他在骗我 可你刚才不是游得很好 怎么会溺水 我又想起来 墨连说过林毅舍命救过他 心里酸溜溜的 你不是还舍命救墨连吗 又是怎么回事 林毅明显局促起来 支支吾吾不说话 我气得又坐了起来 林毅把我按倒 很是无奈 我那天在朋友圈看见 有个女孩要自杀 就冲去湖边救他 结果正好墨连也跳湖 我没戴眼睛看错了 跟着跳进去 结果水性不好 差点被拖下去 幸亏墨连的哥哥也赶过来 把我俩就上来了 他叹了口气 我后来因为救人之事 拿了剑义勇为奖 他哥哥知道我的身份后 就要我保护他 他说墨连太美 在娱乐圈会受欺负 但是你怎么能看错 跳湖的人 我半信半疑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我脑海里闪了一下 可我发烧的脑子 又转不过来 我抱着头 冥思苦想 忽然就想起一件事 五年前的七月二号 是我在朋友圈发动态 要跳湖啊 我再次坐了起来 不可置信地盯着林依 你说的不会是我吧 我第一次看见 林依那么局促 匆匆点了下头 马上看着窗外 我实在是疑惑 拿出新买的手机来 翻看我的微信好友 我记得我是婚后才加的林依 我翻了一圈 基本都是熟悉的人 只有一个人 我不大熟悉 那是个女孩 曾经跑来加我 说要跟我讨教艺术 加完就不再说话了 我看了看林依 又看了看那个女孩 再看她林依 似乎那个女孩 跟林依有点像啊 我的凝视 可能让林依压力过大 林依伸手夺走我的手机 别看了 就是我 我假装女孩亏评你 那照片是堂妹 我顿时沉默了 沉默是今夜的康乔 除了沉默 我不知该如何是好 过了很久 我才憋出一句话 所以 咱俩认识挺久的哈 林依红着脸点点头 是比你所知的酒 你为什么要亏评我呀 我抱住了胳膊 能给我个正当理由吗 林依脸又红了 这么一会儿 她脸红的次数 超过了我见过的总和 她咽下口水道 当初王毅说 有个小姑娘特别痴心 特别执拗 让她都有点害怕 她真的心动 被那小姑娘困住 我出于好奇 就去看了看 她摸摸我的脸 结果就看见了你 义无反顾 飞蛾扑火 不计得失地去爱一个人 那时候你眼里只有王毅 可我却深深记住了 你爱一个人的样子 怎么也忘不掉 所以你就装成女的 亏评我 我还是无法释然 林依一摸摸鼻子 我总不能用我的微信夹你 你那时候正和王毅热恋 我这样不成了挖墙脚 那后来王毅走了你 也没对我表白啊 我被林依的局促逗笑了 也不那么怕了 林依又摸摸鼻子 我顶着个女孩头像 怎么表白 怎么说都是个变态 我看着她手脚无处放的样子 与平时的林依盼若两人 嘴角渐渐展开了笑容 那现在 墨连的是解决了 对 现在她搁回来了 我把墨连转交给她搁了 我的承诺到期 我点点头 那我呢 林依抬头 你怎么了 我挑眉 你亏评我 气我 害得我跑山区差点淹死 该怎么补偿我 林依越发紧张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逗她 慢悠悠把她女装的微信置顶后 笑得眼睛眯起来 罚你以后跟我说话 就用这个微信 顶着这个头像 以后我不叫你林依 我就叫你林小美 你不许改名 林依脸疼得红了 忍了又忍 最终点了点头 你开心就好 我看着那个微信 和上面阳光灿烂喝奶茶的小姑娘 笑得来回翻滚 林依被我笑得坐不住了 起床去找大夫问我的情况 我看着她高大的身影 想想那个娇小的头像 又笑得翻滚起来 直到一通电话打来 我才边笑边接起来 喂 王毅的声音从听筒那边传来 焦躁不安 你干嘛呢 在哪呢 我找你两三天 你干嘛去了 我的好心情完全被破坏了 你喊我干嘛 你找我有事 王毅愣了下 说道 我听说你消失了两三天 我到处找你 小疯子我想通了 你怀着宰 我也不在乎 你跟我走就行 离开你 我再也找不到你 这样的了 我垂下了眼眸 这曾经是我几年前最渴望听见的话 可是现在 我摸了摸肚子 看了看站在门口的林毅 最终勾起唇角 笑了笑 错过就是错过 丢了就是丢了 王毅 不是所有人都会原地等你 现在我是林毅的妻子 怀着她的孩子 她在的地方 才是我的家 那边许久没有说话 我等得不耐烦 先挂了电话 有些人注定是要失去的 而有些人注定是要在一起的 我朝林毅招手 老公 等我好了 我们回家 林毅朝我笑得阳光灿烂 好 回家